好的,我是DJ阿周 今天要为各位介绍的是 我从厦门站要搭动车到江西省平乡 那边去的一个情形 足足在这动车上我要搭六个多小时 那这是全程我在动车上拍摄一些影片的记录 希望你会喜欢 过了安检,进到后车厅的时候 找到自己要搭乘的车班的月台 那我这次是要搭D3270这个车试 所以说它是在D7月台 那我先在后车试这边呢 在等待的过程 我会拍一些有关后车试的一些相关的给各位介绍 一般在大陆搭乘高铁的时候 大概就是就像这样 那它会标示目前D的话是动车 那如果看到是G的话 就是高速可步 其实它们速度都差不多 不会差很多 那一般来讲 要开始报答之前 要开始报答之前 检票然后开车之前 前三分钟会停止 检票验票 那这边的工作人员呢 基本上不是很友善的 尤其邪命这种保安 特别的不友善 你问他什么 好像三代没做官 这一代做最大 那你怎么口吻会回答你 或许是他工作劳累 脾气暴躁 那也难免 你只能包容而已 除了包容还是包容 在这边大概就讲 这边呢 那你会看到有人 做这种投币式的 不是投币式的 用扫码 扫条码 之后就有按摩的 提供给你做这边 但是我看到它上面有写 免会 扫码按摩 那这很特别的就是 还有充电 在旁边这边会有充电 做的很贴切 那一般民众还是做这种 一般的后车区的位置做得很好 请公众员工公道 代理验证 OK 手铁下来之后 就准备搭 今天搭的是 起手铁下来之后 智了 这边是 我们对他 说是 有点 有点 不错 我们想接受一下会连在一起 有点 有点 也有点 没想到 那就重新了 一等座座位的前方的后背的底下会有插电孔 这个可以使用 包括高铁上也都会有 那这个就可以方便使用来充电 用你的电器用品 我呢在座位旁边侧边跟飞机一样 可以拉出一个餐桌 这个餐桌呢我就可以拿来干嘛 就把我的电脑放上去 坐在这边又可以充电 又可以使用电脑 电器设备非常的方便 在车厢内呢 它会标示它的时数 那你可以明确看到时数 还有它里面的室温呢 大概控制在26度左右 我有观察到 那这个动车一般它的时数大概就是200多 因为坐高铁的时候遇到隧道等等的 它时数也都降为200多 接下来为各位介绍 有任何车厢相关的一些东西 这边是卫生间 进来这边有热开水 这边放可以到旁边还有西桌台 因为是坐的是一等座 那这边可以放行李 但是实际上大概只能放两件 但是丢垃圾的一张 那坐来进来的 就是一边刻两台 上面一边放行李 一边放行李 那么我刚才那边放行李 我觉得很舒服 骨骑鸡蛋一边放行李 现在一个晚上没事 也就是上天 放行李 我才藏起来 那我先在骨骑鸡 是 是 是 然後給他們洞側的廁所長的這個樣子 出來之後這邊有雲水機 可以用泡麵 那這邊基本上就是洗手 除了那以外這邊還可以丟垃圾 那這個行李駕駛 因為動車是早期的 那行李駕駛基本上換兩者二十五吋了 就差不多其他方向下 女士們先生們 本次列車是由廈門開往 潮沙南方向的東五三二七零車旅客列車 有列車排停號兩票列車 即商車旅客再次和對好手中的車票 車四以免商車車到達旅行 本次列車是由廈門開往 潮沙南方向的東五三二七零車旅客列車 由廈門開往兩趟列車 有商車旅客再次和對好手中的車票 以免商車車到達旅行 這邊基本上進去它會一個門 會比較安靜 因為它這個沒有商務艙 動車是有一燈座 那動車的位置大概就是比較寬 那行李呢可以放大件行李放得上去 可以直接放上去 那因為那行李不行用 不用不用 基本上如果那邊的行李換不下的時候 可以放在這個 最後一排的後座位的地方 所以說他們這個動車設計上 跟台灣高鐵比起來是有所差異 但是他們的行李可以換到家上 是非常的方便 它的高度都很高 你搭建行李放都不容易 OK 這邊呢很特別的就是 當道路呢有帶小朋友的時候呢 小朋友會吵 就把他帶到列車的那個車廂的空間 那小朋友在這邊就不會吵到其他的 所以有那個大乘的遊客 小朋友蠻可愛的 弟弟揮揮手 揮揮手 哈囉 你揮揮手我等一下 編模樹給你看 哈囉 叔叔好 蠻有禮貌的一個小朋友 只是他因為他在車廂裡面找到 他媽媽就帶他到車廂外頭 就是兩列車中間 這是二等座的放行李的架子 設計的還不錯 二等座的位置 可以看一下 這邊呢 放行李是在外頭的三層 比一等座裡面的海盪 一樣會有開水 那他們的座位上頭一樣 大件行李可以放上去 非常的方便 看車板 跟台灣高鐵一樣 一邊三邊 三個座椅 一邊兩邊座 有座椅 車廂感覺上還OK 有座椅 就是所謂的二等座 跳功率比較便宜 整個車廂結構 比較便宜 那他跟一等座最大問題 差點 就是我們走過來之後 一等座 基本上它這邊會有一個電動門 它滑前關注 二等座 那一頭就沒有 按一下就可以進去 左右各兩位座位 非常地不錯 這是走道的 那這個小朋友現在坐的這個位置 其實是服務人員坐的位置 可是呢 因為這小朋友在車廂裡面 吵鬧他媽媽呢就把它帶到外頭 不會走到車廂的 那剛剛有看到放行李的地方 這個是一樣在座位後面 這邊呢因為 有些大間行李就放在這裡 其實呢我的行李也是放在這個裡面 被壓住 沒有關係 他們的車廂有個特別就是 會裝三部電視 應該實際上應該四部 因為前後車門的側邊都有一個電視 另外西頂的部分有電視 就是搭乘的時候它會有所介紹 OK 這是很特別在G13車廂有所謂的餐廳 那這邊會有所謂的一些餐飲 TU12的話 非常的不錯 設計得非常到位 這在我們台灣目前是看不到的 我們高頂山因為 行駛大概都一個多小時就到 所以說 快點快點快點 那個是水池 OK 前面還有水池 水潮非常的乾淨 也是一樣 有冰箱 這裡面有 這裡都有放上飯的 然後裡面有保溫箱都有 要吃什麼都有 甚至於 在大陸做高鐵 必吃的泡麵都有 剛剛我從車廂走過來 整個車廂都是泡麵的香氣 真的推薦各位 到高鐵 大家大陸動車高鐵 記得一定要到他們的餐車 去購買你的食物 今天很多人吃完方便麵 在火車上的方便麵 工作人員就會把它整理出來 你看兩三大包的 都是吃方便麵 隨時在這邊 而且它同時呢 它在整理的過程 還會把那個清潔袋放到 座位前面那個小袋子裡面 這個就是每接車廂都會有的 加熱開水的地方 列車廂建議我 那個到站的時候拍一下 搭乘的乘客 依序要下車的一個情景 我聽了他的建議 準備好 車子不要進站 車速呢 即將要慢慢的抵達 我現在站的位置是 一般的二等座 因為剛剛我跑去拍他這邊的餐了 那我的車廂呢 是在一等座 那我們就看一下 因為車要進站了 人都站起來 我走過去也不方便 看一下外頭火車要進站 非常的平穩 非常的平穩 我等一下走出去稍微拍一下 就趕快上車 免得我被鎖在車腕 很特別的一站 這個列車展跟我說 這站上車的人會不會比較多一點 建議我可以拍一下 遊客呢 搭乘這個動車的時候上下 盡然有序的一個情形 我就同意他的一個建議 我也蠻認同他 這個列車長人非常的親切 是一個旅列車長 我就下去拍一下馬上上來 OK 車門要開了 他跟我說他們車門都是靠 而不是用鑰匙在進行控 好的 這就是我們到達的車站 他們也是會排隊 非常的好 列車已經到達江西福州 已經到江西的福州 OK 我要準備上去了 人真的是哪 這一站 確定 走出來 可是好多人跑到夜台抽煙 他們這邊呢 在車廂內不可以抽煙 如果你抽煙的話 他有限制一段時間 不能再購買他們的火車票 好的 剛剛拍了一下 這是剛上車的遊客 好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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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六個多小時 終於抵達江西平鄉站 我們就下車了 那這個影片就介紹到此 希望你會喜歡 如果你對我的影片感到興趣 麻煩你就按個讚 開啟小鈴鐺以及訂閱 謝謝 後會有期